Hello 你好 我是Ryan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 那么在开始之前 如果说你们喜欢我的内容 不要忘记给我的视频下方点赞 那么同样新来的兄弟们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不会错过我每期的干货分享 那么想要咨询我 想要来学习的兄弟们 也非常欢迎你们添加我的联系方式 可以加我的微信 Ryan91PK 可以添加我的LINE Ryan实战 那么今天的这一期案例分享 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有关于两性关系上面一个兄弟 他有一个内在心态上的问题 他自己的一个恐惧 那么我相信这个问题 很多兄弟们也有同样类似的一个内在问题 只是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可能没有把这个东西表达出来 没有把这个东西察觉到 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发生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那么下面废话不多说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案例 这个兄弟他之前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我现在有一个巨大的恐惧 并不是来自于去认识女生 而是会怕做了出轨这件事情 虽然我很想对我的生活会有不好的影响 这很大程度就是违背了诚实这个原则 尤其后面可能会有许多的延伸性问题 说白了就是我知道自己的贪心 在于想玩又不想要有副作用 副作用是我一个很大的恐惧 如果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也可以当我是白问 当然你的课对我在人际关系的提升 还是会有很大帮助的 那么这个是以前我们内部的一个老学员 学习过我的一些关于良心关系 跟社交方面的一些课程 那么这个问题是一个内在问题 这个是可能讲game层面的东西 解决不了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他这个东西的一个底层逻辑 首先第一个点我们要谈到的是 这个欲望 我们把它称之为贪欲或者是贪念 那么他的这个恐惧 有一个很明显的冲突就在于他有种就是什么都想要的感觉 对吧 又能去接触别的女人去泡妞 又要不影响自己的生活 不想承担完了以后的任何的责任 那么从意识层面 他自己知道 就是如果我去做了这种事情 那也就意味着我要去承担一部分的责任 或者有一定的后果 那么如果你觉得无法承担责任 就不要去开始理解 这个从根源上就去杜绝这件事情了 所以你不去玩你不去做这个事情也不需要去承担任何这方面的责任 所以这个东西一直准备他是知道的 那么你既要去玩 从一开始就要开始去承担所谓的责任 你必须要学会面对和接受后面有可能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跟结果 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本质的问题 就是我既想出去玩 但又不想让家里面人发现被抓到 所以要让自己先有这样的一个认知的这么一个概念 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我又想玩 我想做一些事情在我的人生中 而为了这件事情 我不想付出任何代价 毫无代价 这件事情在做的过程中是完全不可能的 作为一个人类 我们自己必须要接纳这一点 我不知道这个兄弟他小的时候 在他的成长环境中 他是不是没有意识到 还是他的父母在他的家庭里面没有让他意识到 你做的每件事情 你的选择都是有一定的结果的 你为了去玩这东西也是会有责任的 你要去背着责任 要么就不去做 OK 那么第二点 我们可能有些兄弟们能看见 有些兄弟看不见 他在寻求一个确定性的答案 他其实想要一个确定性的东西 他甚至是在向我寻求一种鼓励 因为去玩这件事情 对于他来讲 就是在他的婚姻之外 对吧 在他的长期关系之外 去找一些别的关系 所谓的这样去玩 那么对他来说 需要一种很强的能量 他目前的能量是支撑不起来的 所以他需要从其他人身上 获得一种很大的能量 这样他才有力量 能够去面对这件事情 他想出轨 他自己很想 他有一个玩心 但是他自己没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 去面对和做这件事情 因为他不够强大 所以他会去向身边的人 甚至向我来寻求确定性 好像我们感觉到 他想让我鼓励他 说对的 你是可以做这件事情的 你应该去做这件事情的 好像从我这儿获得一些认可和能量以后 他才能有更多的能量 能去做或者去面对这件事情 这个是第二个点 很重要的 也是可能他自己没有察觉到的 但是每个人 有每个人自己的因果 其实就是讲到一个做人的层面了 已经跟两性没有关系了 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为自己做出的选择而负责 承担一切后果 哪怕是最坏的 或者是最好的 那么当然 大家也不要去攻击 也没必要在评论区里 或者在日常生活中去骂这样的人 或者瞧不起这样的人 因为这个是一种非常正常的一种欲望 那么如果我们从生物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它的话 它就是一个生物的本能 理解吗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多多少少的内心深处 都有这样的一种本能在 那么这个东西也是来自于他年轻的时候 可能没有好好的玩够 没有好好的放纵自己 没有好好的体验过 导致他在这一方面觉得有很多的遗憾 那么另一方面又是自己的欲望 没有得到很好的释放和满足 所以才会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东西跟我们人生做出的选择 跟曾经的经历都有关系 那么也说明 组织家庭婚姻的过程当中 他没有慎重的去思考 就组建了一段关系 那么可能早年 他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其实往往在婚姻当中 家庭关系当中不是很幸福 或者在家庭以外 去寻求一些刺激快乐 或者是一个第三者 通常就是因为 他可能过早的进入到了这个关系当中 而且在早年进入婚姻的时候 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那么现在可能 这个兄弟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也在一天比一天的更老 每一年都在长一岁 他可能经历的多了 他的阅历也变得多了以后 他可能慢慢的知道了自己想要什么 自己到底喜欢什么东西 这个时候已经为时已晚了 这个东西也是他现在面临的困惑的 一个很大的原因 因为我们进入到了婚姻 做出了决定 组建了家庭以后 其实往往这个东西想要再倒退 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是很难的 甚至离婚这个东西 很多类似这样的兄弟 他可能都没有勇气 去面对他跟自己老婆的冲突 他可能都没有勇气去面对家庭出了问题 或者说这个关系走不下去了 面临一个分手 或者分离的这么一种情况 那么这个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他现在主要的这个问题 就是一方面是来自于他自己的欲望 很明显没有得到满足 那么另一方面觉得他自己充满了遗憾 因为好像有很多事情 以前根本就没有去体验到 没有去做到 但是现在好像维持一晚了 好像又想去补偿自己 那么这个其实 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而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它不是有解没有解 是你要做出选择 还是不做选择的一个问题 无解的背后是什么都想要 然后可能什么都得不到 这个才是真正的无解 那么讲到他这个案例第二个问题 就是他恐惧的背后到底是什么 这个兄弟他说自己有很大的恐惧 这个我们知道一方面是来自于社会道德上面的恐惧 道德不允许出轨这件事情发生 不然他会被身边的人给批判 认为他是个坏人 他也会自我批判 用道德的标准来去衡量他 整个社会会去批判他 那么另外一方面出轨这件事情 本身他是一个禁忌的这么一个体验 象征层面来讲 出轨象征着这个用户在背叛他的过去 背叛自己的家庭 背叛自己的老婆 也象征着他背叛了他自己最重要的养育者 也就是说他的妈妈 因为出轨这个东西在这个背后 更多的是什么 我们自己的过去 跟我们在一起的人 我们的原生家庭等等 那么因为他自己的老婆 在象征意义上来讲 是他自己养育者 是他妈妈的一个延伸 讲到心理学里面 他其实就是一个客体关系的延伸 那么所以这种恐惧又叠加了 背叛权威的一种恐惧 所以他这个不仅仅是什么 背叛自己的老婆 如果你们不懂这个道理 你们仔细的静下来思考一下 为什么一个人会恐惧 自己背叛自己的女朋友或者是老婆 就他为什么要怕这件事情 他怕的背后到底是什么 其实他在背后是持续叠加了 他对权威的一种背叛 所以这个东西会营造成 我们叫双层恐惧 表现出来的这个症状 就是他有很大的恐惧 我们看到他特意强调了 出轨是违背诚实这个原则的 而这个所谓的诚实 很有可能是他原生家庭里面 他的父母给他的家教 就是要教他做一个诚实的人 就他整个人的人格里面 他的这个超我可能是很严厉的 我们也能看见这个点 就他的这个超我 对他自己的约束 要他自己做一个很诚实的人 要他做一个好人 也就是说他父母给他的家教 应该也是挺严厉的 所以他在背叛这件事情上面 会形成巨大的恐惧 变相来说 如果是另外一面 假设他的原生家庭里面 他的父母 或者他看见他的父亲 本身就是在背叛他的母亲 或者他的家庭教育 对他没有那么的严厉 他的超我没有那么的严厉 他没有在批判他自己 那么也许在背叛婚姻这件事情 到外面找小三 或者到外面找婚外情 这件事情对于他而言 就没有那么大的恐惧了 因为他没有被批判 他甚至不觉得这是一件坏事 OK 所以这个就是两者的区别 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 很明显 所谓的这个诚实 对于他而言 意味着什么呢 只要我诚实 只要我忠诚 我就是安全的 我就是可以被对方爱的 无论这个对方是他的妈妈 还是自己的老婆 而背叛意味着什么呢 我如果背叛的话 对于我而言 可能意味着这一切 就都没有了 OK 第三个点我们要讲到的 就是看到一些 很实际的关系中的问题了 就是这个关系的失衡 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 在那关系当中 如果他想要出轨的话 往往是因为这个关系 他已经失去了平衡了 他的妻子可能将更多的精力 要么放到了孩子的身上 他感觉他自己 好像被妻子忽略了 感受不到爱了 可能婚姻关系当中 可能也没有性生活了 所以这种忽略 会导致他的情绪的需求 和他生理的需求 没有办法得到满足 这个时候他会向外面去寻求 对自己的一种补偿 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要明白的 为什么很多时候 关系中会出轨 很多兄弟们可能在你的关系中 你想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的女朋友要出轨 刚才讲到这个关系 失去平衡 很多时候是因为在关系中 一方没有办法 从另一方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那么这个关系 无论是权利还是价值 还是方方面面 双方的这个供需关系 失去了平衡以后 当一方没能被满足的时候 他就会从这个关系以外的地方 去找到一些 能够满足自己需求的人 或者是东西 来作为一种补偿 来重新找回一种平衡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在关系以外去寻找 也并不代表 我们想让这段关系断掉 你们理解不理解这个道理 就是他其实更多的是寻找 无论是找回自己内心的平衡 还是找回自己能够在这段关系里 持续待下去的平衡 其实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他为了让这段婚姻关系 能够正常维持下去 他从外面找小三去出轨 来找回自己内心 对他这个婚姻关系的一种平衡 所以他才能继续怎么样 跟这个老婆 在自己的家庭里 在自己的关系里 继续持续走下去 所以这个东西 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的 心理上面的 什么叫关系失衡 而为什么很多人 会有出轨的想法 冲动和这样那种欲望 OK 那么假设 如果他自己的老婆 在这段关系里面 没有把全部的爱和经历 放在孩子身上 也没有去忽略他 性生活也是非常充实的 他也许根本就没有这个需求 需要到外面去找别的女人 因为他自己的老婆 已经完全满足了 自己心理上和生理上的需求 所以这个东西 往往很多时候 当对方出轨的时候 我们自己需要去审视一下 我们自己需要去思考一下 那么同时 自己有出轨的冲动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去怎么样 察觉审视一下 我们的关系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是不是在某一方面失去了平衡 我才想要这么去做的 OK 那么第四个点 我们讲讲 关系平衡的调整 它应该就是对现有的 长期关系 失去了我们讲新鲜感和耐心了 很多人都是这个问题 我们的客户里面 学员里面 所有来咨询长期关系的 新鲜感 我觉得是最大的问题之一 一定是来问这个问题 排名前三的 所以他现在应该 是对他这段关系 完全失去了 这种新鲜感和耐心了 但他并没有从内部 去寻找这个原因 没有去寻找解决方法 他是企图 在外面寻找新的力量 所谓的就是维持 刚才讲的平衡 比如说他通过去出轨 去玩 去跟别的女人 发生点什么 正如前面所说的 他又想要去玩 但是又不想承担后果 不想承担家庭破裂 不想承担自己的老婆 发现要面对冲突 不想去面对 被受到惩罚的痛苦 他又想玩 又不想这个 证明其实他是不想 让这段关系断掉的 所以我给的建议 只能是去好好仔细复盘一下 自己现在的长期关系 找到你对他不满的原因 究竟是什么 找到你这段关系当中 失衡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 跟对象你要做一次深入沟通 其实可能很多兄弟们 跟自己的女朋友 跟自己的老婆 其实从来没有过一次深度沟通 没有聊过天 没有找过这个东西的前因后果 没有去直接表达过 自己的需求是什么 或者自己的不满是什么 所以导致我们在关系中 失去了耐心 失去了平衡 想要从外面去弥补 最后导致像他讲的 对这种不好的结果 需要去承担 或者是这种绝大的恐惧 所以我们能明白 这个来源到底是哪里 那么你只有沟通以后 你在你的长期关系里面 把你的长期关系里 无法满足的需求 全部都列出来 全部都提出来 那么两个人可以一起去看 能不能一起解决 如果真的是 我们刚才讲到 新鲜感的问题的话 我的建议就是 你可以跟你的伴侣 去寻求一种不一样的体验 那么很多人对新鲜感 会有一种误解 觉得新鲜感是跟新人 去做一些我们讲旧的体验 就是你跟你老婆 以前做过的事情 跟你老婆做 你觉得没意思了 我要找一个新人去做 但是实际上 新鲜感 它也可以是什么 跟旧的人 跟我在一起的人 去体验一些很新鲜的事情 没有做过的事情 所以新鲜感 可以是针对新的人 也可以是针对新的事 但是人可以是老人 事情也可以是老的事情 之所以没有新鲜感 很多人的误解是什么 就刚才讲到的 我需要去找一个外面的人 做以前我跟我老婆 做过所有的事情 重复这些事情 他完全忽略了 就是你其实可以 跟自己的女朋友 跟老婆尝试别的东西 在这我提一个 比较极端的 夸张的一个题外话 像很多人在婚姻当中 我们也知道 我相信在评论期 也会有人提出来 那换妻算不算一种 因为在我们的社会里面 这东西是实际存在的 无论它符合不符合道德 或者是我们讲法律 但是这个东西 我们必须得承认 它是实际存在的 就是夫妻之间 会找别的夫妻 伴侣之间会找别的伴侣 来互相换伴侣 来发生性关系 我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就是我刚才马上 其实就想到了这个东西 其实这也是 很多人在自己的婚姻关系当中 可能跟自己的老婆 或者自己的丈夫 商量过了以后 两个人同意 或者是当中的一个人 满足另外一方 同意了这种 我们叫换妻的这种行为 只是为了满足 可能性方面的一种新鲜感 为了让这段关系 可能维持下去 所以这也是一个 我认为相对来讲 比较极端的一种现象 那么也在这里分享一下 就是为什么会这样 它其实也是为了 去维持关系中的新鲜感 觉得很无聊了 觉得无趣了 它也是什么 对关系的平衡 做出的一种调整 那么我们在这里 不去批判这种行为 是对或者是错 只是很有意思 因为这也是 每个人的个人选择 所以我认为 自己怎么选择去做 因为实际上 确实在我们的社会当中 在这个世界上 它是存在的 而且可能存在的 这个数量 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很多 因为这个毕竟是 每一段关系 每个人非常隐私 非常隐秘的一个东西 所以在这里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说一下 也欢迎兄弟们 在评论区里面留言 你们可以把你们的想法 在评论区里面分享一下 所以我认为 在这个兄弟的案例当中 他跟他老婆之间 必须有一次 或者说有几次 非常深度的沟通的机会 那么他没有得到的 他要跟自己的妻子 直接去表达 你们要去沟通 那么你要去看一看 是否可以去调节这段关系 那么双方一起调整 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 不然的话 其实到最后 我说实话 他这个关系的破裂 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因为他内心的矛盾 他的恐惧 在对抗他欲望的时候 其实到最后 多多少少 还是会选择去挺而走险的 就算不挺而走险 他的恐惧 远远大于自己的欲望 他不敢这么去做 到后面随着时间推移 他对自己的妻子越来越反感 他会把自己的不满 情绪完全放大 而且他会归因到什么 我老婆身上 我老婆不爱我了 我老婆不关注我了 他会以这一系列的归因 去放大自己 对他老婆的不满 到最后可能会变成仇恨 甚至会做出很多伤害 自己老婆 或者是关系的一些行为 所以无论如何 他做还是不做 到最后 这个结果一定都不会是特别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还是需要去深入沟通 无论他怎么去选择 我觉得在选择之前 可以先跟自己的老婆 有一段深入的对话 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 那么我相信今天这个问题 也让兄弟们学到了很多 也可能让你的曾经的 或者是现在当下的 长期关系里面 给到你一些感悟 让你警觉 那么如果兄弟们 你们有问题想要来问我 如果你们想要解决自己的问题 不要犹豫 不要害怕 大胆的 放心的 很安全的 可以来找我和我的团队 找我们专业的这些导师来咨询 那么如果你们想要来联系我 解决你们的问题 或者是想要提升自己 想要学习一点东西 从这个当中 提升自我 拓展出一些 可能你人格上面 一些很新的东西 或者说从我这里 哪怕是获得一些力量 或者寻找一些答案 也非常欢迎你们来联系我 可以添加我的微信 我的微信是 ryan91pk 也可以添加我的line ryan实战 来跟我探讨 那么今天的节目 我们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 This is Ry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